对于定亲与定亲,他们二者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,针对的法律规定也是不一样的。 我们在处理这方面的纠纷的时候,一定要注意,一定要先弄清楚什么是定亲,什么是定亲,跟着合同纠纷律师一起看看吧。 一,定亲与定亲,哪个能退,哪个不能退近日李小姐,与王先生,在一家摄影公司拍婚纱照,介绍时感觉还可以,工作人员让交了500元定亲,并表示如果不满意,500元钱随时可以退,可是拍出来一看,效果可差,李小姐和王先生,就不想在这一家拍了。 让退定亲他们不给退,适应公司的工作人员拿出定亲条时,李小姐发现上面写的事却是定亲,虽然定亲与定亲一字之差,但是在法律上意义是相产甚远。 二,定亲与定亲之别定亲,在法律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,如果李小姐过后反悔,不想在这家拍婚纱照了,除非有证据证明照片不符合要求,这笔钱是不能退的。 定亲在合同法,上是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之一,它的基本法律性质是违约定亲,定亲有大保合同旅行的性质,定亲的作用有两种情形,一是当李小姐和摄影公司的合同正常旅行时,定亲重做价款或由李小姐收回,二是合同不能正常旅行时,定亲则作为法则。 如果是李小姐违约,那么她无权收回这笔钱,如果是摄影公司违约,则应该双倍返还,而与定亲一字之差的,定亲在法律上则并没有严格的界定。 从文字的理解上来说,定的含义是定例,预定之一,按照相关规定,如果李小姐跟摄影公司签订的是定亲协议,如果她不想在这家拍摄,这500块钱是应该无条件的。 推还给李小姐的,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一定要头脑清醒,区分清楚定亲和定亲,以免在消费过程中经济受损失。 摄影公司在开始是口头承诺不满意500元随时退还,却在写收据时做字面的文章,当消费者提出不满意拍摄照片时, 据不退还500元,涉嫌击诈,一旦出现正义,商家就会失口否认,可能消费者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击诈的存在,但确实实在在影响着企业的形象和信誉。 三,不要随便交付定金,定金交付容易,要回难,因此,不要随便向商家交付定金,要注意消费协议内容,要特别景气,定金一律不退,之类的条款,以免上当受骗。 四,再签协议,交付定金钱,特别要多方面考察清楚商家的信誉,能力水平,如果商家做出了口头承诺,再签订协议书,可身,必须将他们的承诺写进去,书面画以保留证据,不要因怕麻烦,大于面子等部写进协议,给自己的消费带来隐化,提倡消费者科学,类性消费,避免盲目,冲动消费。 四,违约定金搭保法,第89条,对违约定金做了规定,解释第120条,第122条对违约定金做了补充规定,违约定金是指引定金的放弃,或者双倍返还,作为违法合同的补救方法而约定的定金,搭保法规定也当是任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,作为适用定金保和的条件,解释进一步对不履行分不同情况。 做了不同规定,一是明确规定违约定金处罚的条件,不但要有迟延旅行等违约行为,还要有应该违约行为,制选合同目的落空的结果。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,二是组合同部分得到履行,部分没有履行,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了损失,但是合同的目的没完全落空,这时,既要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当事人进行定金处罚,又不能使定金全部被罚。 三是因不可抗力,意外事件或第三人过错,制适合同不能履行,能否适用定金罚则的规定? 对于因不可抗力,意外事件这是适合同不能履行的,不是用定金罚则,因合同关系以外第三人的过错,这是适合同不能履行的,是用定金罚则。 当事人一方受定金处罚后,可以以法向第三人追查。 五,定金关于定金。 根据我国宪新法律的有关规定,其不具有定金的性质,交付定金的一方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赋予支持,一般情况下,交付定金的是左家赋予付款,定金在法律上是不明确的,也是不规划的。 在审判实践中一般被是违约付款,即使认定为一种履约保证,这种保证也是单方的,它只对给富方形成约束,即给富方对收受方的保证。 若收受方违约,只能退回原定金,得不到双倍返还,若给富方违约,收受方会以种种理由,把定金底作赔偿金或违约金而不予退还。 以上就是小编为你整理的法律知识,定金在法律上有比较严格的界定,而与定金一字之差的定金,在法律上则并没有严格的界定。 从文字的理解上来说,定的含义是定理,预定之一。